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李波 失蹤事件樸縮迷離 政界連日來的回應成為網民的熱話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主持行政會議前 呼籲李波本人為案件提供資料 這句話在網上世界封存 不過下午又成為另一個人的世界 接力的是代表金融界的立法會議員吳亮星 在保安事務委員會討論 是否應該就李波事件召開特別會議時 他是首個發言的建制派議員 面對泛民主派一片支持開會的聲音 吳亮星似乎是早有準備 就說收到一個老朋友的消息 隨時會令泛民撤回開會的建議 吳亮星準備的秘密武器 引述朋友的信息 說失蹤的五個人偷渡回內地嫖妓 正程都得到這個信息 傳聞近四百個字 題目是書局五人失蹤消息 文中提到李波的時候 並沒有寫一個波字 而是用了一個足球的圖案取代 解釋了 為何吳亮星在讀這個信息的時候 把李波讀成李蜜 其中主角李蜜的老婆 已收到有關嫖昌備區的照片 氣氛之餘為有死死地氣 向香港警方要求急急燒案 吳亮星就說這個信息是一個老朋友傳給他 連商界都很關心這件事 到底是誰把這個信息傳給吳亮星 最終玩轉老朋友 我們就寫出打聽狀 消息透露 吳亮星在發言之後 在人大代表的WhatsApp群組裡 將這個信息發送出去 引起人大代表的積極討論 當中有人質疑內容的真確程度 吳亮星就聲稱傳給他的老朋友 是一個前警務人員 建制派的議員也有很多老朋友 他們同樣都收到這一則的信息 據了解 中樹根也都有把這個信息 轉發去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的WhatsApp群組 不過大家最後只是止讀不回 李波事件發生到現在 建制派都不敢跟車太貼 最希望當然是想保持短脈 不過事件越消越大 總不能一直迴避 有建制派就尋求明燈 事先向西環收封 誰知得到的回應 竟然是連西環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只是叫建制派要注意事件發展 不要隨便表態 吳亮星今次的言論 相信比西環的呼籲更加有力 正程其實都不時收到一些 政商界老朋友跟我們說三道四 無論是自稱權威消息人士 又或者是據聞得來都好 我們都不會那麼拼義相信 一定會為觀眾求證核實 為了 我來記住命 天才把 水上 落水了 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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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下 水下 水上